一般上我们的符咒做法就把符咒打在你们身体上面 喂 不要拍我肩膀叻 你这样拍一拍 让我的火灭掉两半 你们都没有听说过人有三把火吗 没有 那我们来听听师傅怎么说 那我们讲的三把火是拿三把的其实 其实人的三把火一般上现在来讲 我们代表精气层三元就是我们的肩圆 气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肩膀 就是在我们的每一间这个叫每一间 还有我们的双旁 所以精气圆可以这样子来分类 那我们就是长辈也会讲的就是如果我们走路走到一半 就你不要拍你的肩膀因为你拍肩膀的话会把那个灭掉 这个是民间流传的一种说法啦 普通的拍肩膀是它是没有什么效用的 它会灭掉你的火 除非有经过一些有心人的就下伏做到的什么拍才会灭掉 哦 它不是灭掉它会弱掉 不是弱掉 所以我们这样普通拍人家肩膀是不会影响的 不会不会 那如果人的火就是它灭掉还是它弱掉的话 它其实整个身体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一般上就是开始精神 精神不佳 吃东西没胃口 生病 心碎不灵 从整个脸的气色可以看得出来 一般上如果在我们这个玄学的角度来 我们看气色会看得出 嗯 主要是普通人就未必看得出 灭掉的话 有没有哪些可以化解的方法 比方说 这样子有没有效 这个就是民间一般流传的说法啦 这样的拍一拍啊 或者这样白毛干给啊 干给啊 少一少它 这些都是老人家流传上来的讲法 我们就信其有啊 不要信其无了 一般上在我们法师的做法啊 我们就是用符咒帮你吹望它 那今天我们民众呢 特别找师傅来帮他加持 帮他吹望整个运程 我们一起来看 如果一般上我们符咒做法 就把符咒打在你们身体上面 它就有吹望的作用了 如果是复杂的做法 就可能要经过一个仪式啊 拜神的仪式啊 上表这样子来吹望它 那刚刚师傅就加持 他帮你吹望过 其实你的整个感觉是怎样 有不同的感觉啦 就是师傅做到头的时候 他做完头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头会比较松一点 然后旁边两边还是会有景色的感觉 然后就他做完了 整个人会感觉比较松一点啦 那如果他想说 他真的没有空 他想要在家里面就是可能 让自己的火维持怎么办 我建议他去一些人火的地方 比如讲人家办着喜事 再不然就是要比较简单的话 简单的话就是我会建议他买 这个油脂叶 麻松干 鲜花来冲凉 冲凉 撒进自己 每一天一次吗 没有 就从一次就可以了 从一次就好了 这个就是一般上 老人家传下来的急救方式 它也是可以维持三百分 它会撒进自己 撒进自己的后 它的火就慢慢会亮回上来 走的来说 就像天乐师傅刚刚讲的拍天绑灭火 其实并不简单 那到底这个听说信不信呢 还是由你来做决定 想要观看更多的听说 赶快点击下一支影片吧 可是如果用红色的笔来写名字的话 很多人会觉得 呃 半当 不行不行 那到底现代的人 还在不在意用红笔来写名字